素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红点设计大奖 两年前进驻松山文创园区 是目前全球三座红点博物馆之一 日前传出音场馆严重龟裂漏水 而北市府却怠惰推尾等因素 考虑将博物馆撤出台湾 松烟护树志工团 今早在松烟红点设计博物馆外抗议 远雄滚出去 红点留下来 远雄滚出去 远雄滚出去 科市府别踢皮球 拆弹还生零 解约拆弹救松烟 要红点 不要大巨弹闭案 要红点 不要大巨弹污点 不要大巨弹污点 红点留下来 远雄滚出去 远雄滚出去 还我森林公园 抢救松山烟长 一个好的设计博物馆 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博物馆 可以增加台湾的能见度 从去年的六月开始 虎基这边 不管是红点这一块 还是这整块松山烟厂的建筑物 它其实一直都有军列 甚至有墙壁剥落的状况 我们台湾要发展观光 或是要发展这些文化创意产业 甚至台北要办设计之都 你如果连这种设计博物馆都移走 你要办什么设计之都 这边的话是 裂开来 其实都是因为震动的关系 主要是 这些房子主要就是怕震动 所以才会裂得那么夸张 我跟你讲 如果红点真的移到上海去 我跟你讲 台湾这个丢脸丢大 还在讲什么本土意识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 红点这边很严重 还有一块我们完全看不到的地方 是 烟囱那边 那边虽然前阵子市长他们有去 去线刊啊 然后有说什么要处理啊 等等之类的 可是其实从上一次到现在 也过了好几个月 然后都没有消息 然后 烟囱旁边的旅馆 还是持续的在盖 就是 七八十年的建筑物 他们那时候的结构 跟现在的 现代店主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今天让一个黑心财团来维修骨鸡 他们是怎么弄的 连灌浆都可以灌到整个骨鸡里面溢浆了 你除了他停工 然后这边才有机会维持下来 对 呃 再来 没有 除了停工之外 其实土方要回田啊 哦 对啊 其实这件事情 好龙斌确实在他们任内 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可是柯市府没有吗 难道我们今天把问题丢给远雄 就什么市政府就什么责任都没有吗 好龙斌不要脸就算了 柯文哲不要装傻 对啊 但我们认为市政府要维护市民的权益 反正就应该以远雄违约 尽速的去终止契约 而不要说让我们被这样的一个 就是非常有问题的工程绑架 然后去承受古迹不断去毁损 甚至捷运也有受到 也有安全威胁的一个状况 可是在文化资产保存 在文化的古迹保护的这件事情上 文化局完全就是 当作没死 完全就是 好吧 一滩烂泥 到底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局长 他到底懂不懂文化资产的保存跟保住 已经八个多月了 真的已经八个多月了 很多事情没办法等 尤其是古迹的毁损是不可逆的 那如果今天一个文化局长 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柯市长是不是应该 考虑把他赶快换掉 现在跟市政府这边的话 有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或者怎么样给他施压 我们现在就是 当然这个记者会本身也是一种嘛 我说有其他管道可以再施压吗 我们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真的有一言难尽的感觉 因为我们不管是从 跑龙民时期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都是用 论述跟讲理的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相关的输送当中 现在也是已经要进入最后程序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诉讼 就是撤销大巨蛋建造 跟督审结论的诉讼可以胜诉 是够市政府的 嗯 柯文哲是我们的被告 OK 因为以前的被告是好龙兵 因为代表人 所以他现在变柯文哲 看那个我们从1937年盖好到现在 都还这么完整 就是这两三年 从2011年开始 一路崩坏到现在 其实很严重 这个状况非常严重 OK 好谢谢 谢谢